哈喽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个的话 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了一下 这个网络请求的一些这样的库 对吧 包括这个UI Lab 以及这个Request这个库 那么我们这几个的话 就跟大家讲一下 另外一个知识点 就是数据的爬取 数据的提取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在讲这个 我们本节课的重点 就是这个XBUS 以及这个LXMAL模块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 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爬虫它的一个真的原理 对吧 爬虫的原理的话 其实的话非常简单 我们之前的话 讲的就是 如果去从一个服务器上面 从一个网址上面 把那个网址上面 对应的那些HTML代码 以及那些数据 把它给爬下来 把它给请求下来 对吧 好 请求下来以后 那么并不是所有的数据 我们都需要 对吧 比如说我们来这个地方 来打开一下这个拉勾网 这个拉勾网 那么我现在的话 这个拉勾网 这个页面的话 它是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了很多有用的数据 但是的话 其中也包含了很多 没有用的数据 我们右借来 查一下那些网运员代码 对吧 你通过网 你通过那个 那个相关的代码 把这个代码 把这个网站 他人民的代码 把它给请求下来的时候 他是把所有的数据 全部把它给拿下来 那么像这些HTML代码 这些东西的话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吧 包括这些东西 我们想 我们想要的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去 想要知道这个 只为他的一些真的描述信息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在 这个所有的这些代码当中 给他把这些数据 把它给提取出来 对 那么这部分工作 就是我们现在要学的 就是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数据的提取 你相当是第一步 网络请求 就相当是在商上提取 坏了一块大的石头 那么这个大的石头里面的话 有很多很多这种精子 对吧 就是精子的话 它是遍布在石头里面的 每个地方 那么你要把这些精子 把它给 把它给提取出来 那么的话就跟我们这个数据提取 我们这个地方跟大家讲的是 也不一样的 对吧 这样的话提取出来 然后的话也列成一个 一个大的金块 对吧 是这一个这样的意思 好 那么我们先的话 就跟大家讲一下 在这个数据提取当中的话 我们常用的有三种技术 第一种的话 就是这个Xpass 第二种的话 就是这个Building Soft 第三种的话 就是这个正则表达式 基本上你拥有的 你掌握了这三种技术 网络上只要是你能够爬下来 这些数据 只要这个数据 能够拿到你手上 百分之百 全部可以把它给提取出来 好吧 没有任何问题的 没有任何问题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本期课的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Xpass语法 和这个LXML这个模块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先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Xpass语法 Xpass是XML Pass Language 一个人的简写 Xpass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 反正这样的语言的话 其实就跟这个XML这个语言的话 是非常类似的 非常相似的 也是一些这样的什么呢 也是一些这样的标签 一些这样的 在标题里面也有一些这样的什么呢 一些这样的 一些这样的属性 并且在这个标签当中 你也可以给一些这样的文字 一些这样的文字 比如说我们这边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随便找一个 对吧 那么这些的话 就是Xpass 就是Xpass 它跟我们的这个 Apps的Mana是非常类似的 非常类似的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几个的 我们重点 还不是要去掌握那个Xpass的语法 我们重点的话 是通过这个Xpass 我们重点不是要去掌握那个XML的语法 重点是通过这个Xpass这个语法 去提取我们想要的那些数据 这个Xpass的话 虽然设计出来是用来提取XML语言 XML这个语言这个语言当中的那些语用的数据 但是的话同样也能够用到我们的这个HTML代码当中 明白是吧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一个网页的话 它是HTML代码 而并不是那个XML代码 虽然的话它们非常相似 但是的话还是有点区别 还是有点区别 那么这个Xpass的话 它既能够在那个XML上面能够工作 也能够在这个HTML代码上面也能够工作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一门这样的语言 一门这样的语言 就是我通过这个Xpass这个语法 我可以提取出这个整个这个什么呢 整个这个文档数据当中 整个这个HTML当中 我想要的一些这样的数据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好吧 好 那么它是怎么去提起的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语法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语法之前 首先的话 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用到这个Xpass的两个工具 两个工具 第一个工具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Chrome的一个这样的插件 Chrome就是那个浏览器的那个插件 叫做Xpass helper 那么我们这地方来打开这个浏览器 然后的话来到这个地方 不是随便找一个 然后随便找一个 这个地方我是已经安装好了 这个Xpass helper 那么同学们如果没安装的话 可以在这边 然后点击更多工具 这里面点一下扩展程序 然后的话在这边我们去 应该是获取更多扩展程序 然后的话就去搜索一下 那个Xpass helper的那个东西 好吧 那么Chrome网上应用刷这的话 应该是要翻墙的 应该是要翻墙的 然后的话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Xpass这个东西 安装好了以后 你把它给选中这个启用 那么的话 它就会在右边这个地方显示 在这里面显示 那么你要你想右的话 你就直接来点击这个东西 它就弹出了一个这样的对方框出来 弹出这个对方框出来 左边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去写那个Xpass的语法 右边这个地方 它就会根据你这个Xpass的语法 让Xpass语法提及出来的这些数据 然后的话显示在右边的这个地方 好吧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谷歌浏览线当中的一个 那么这个插件 那么这个插件的话 就是以后我们在代码当中 去写那个Xpass语法的时候 我们手机的话一般会在这个浏览器当中 先站去写一下 写完又确定没有问题 我们再会来到代码当中去写 好吧 好 那么这个是五个浏览器当中的 只要的话 还有的是那个什么呢 火狐浏览器 火狐浏览器 火狐浏览器的话 也有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的话 不叫做Xpass check 叫做什么呢 Try Xpass Try Xpass 那么我们这边来打开一下这个火狐浏览器 Fire Force 这个的话就是那个Try Try Xpass这个语法 比如说它的话也是非常简单 安装的话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在这个服务家组件 在这个地方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有一个 又待会有一个搜索 待会有一个搜索 搜索一下 我这边网络可能不是很好 这个地方 我们点一下这个插件 只要不然在这边去搜索 现在是什么呢 那个Try Try Try Spass 对吧 这搜索一下 先的话应该是我已经安装好了 说的话 它就没有显示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已经安装好了 所以的话 它就把这个东西显示在我的副架组件 那么如果你没有安装的话 它就会显示在这边 然后的话 你点一下这个安装就可以了 点一下这个安装就可以了 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它是我们火狐狸蓝键当中的这个Xpass 在火狐狸蓝键当中的这个Xpass的话 用起来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还是来打开这个拉个网 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输入一个python 然后我们随便找一个进去 对吧 随便找一个进去 现在python的话 这个的话也是一门非常火的语言对吧 看一下这个新字的话 是已经达到15k到30k的 好 然后那么这个地方是怎么用呢 这个地方 点击这个 点击这个 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选择这个什么呢 Xpass any type 就是any type代表的是任何类型 那么的话 我们一般查 能够使用这个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下面的话 就是选那个表达式 下面写选那个表达式 比如说我们现在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要找什么 我要把这个 不是 我要把 这个全部是想到 那么的话 我就在这个地方选择 那么查语法 待会我会跟大家介绍 我这个地方也是在这个 这个插件怎么去用 怎么去 那么就是div 然后下面的一个什么呢 addclass 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东西 等于这个东西 就是等于这个content l 然后是fl 然后点一下执行 他就会这个方宽 这个红色的方宽 代表的是什么呢 选中的这部分的内容 选不选中的这部分的内容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火锅流浪机当中的 这个tripass的用法 好吧 好 把它给关掉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 xpass的一个真的简介 我们就 暂时先讲到这边 以及这个开服工具 我们就暂时先讲到这边 好吧 下这个我们再跟大家 着重的讲一下 这个xpass的一个真的语法 一个语法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些课程 就讲到这边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